中三快捷单元四 沟通面面观 我们每天都与很多人沟通 和朋友闲聊是一种沟通 问老师问题是一种沟通 在朋友的贴文上点赞和留言也是一种沟通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说过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这句话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需要与别人进行交流 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沟通 从个人方面来说 沟通是维持良好关系的润滑剂 它可以促进朋友之间的交流 加深彼此的情谊 如果缺少沟通 日子久了 在身后的感情也会逐渐转淡 很多人在小学时都有亲密的朋友 可是升上不同的中学后 沟通的机会少了 有情也越来越难以维持 一些好朋友最后甚至完全失去联络 这样的例子不胜美举 每当看到这种情况 难免令人扼腕叹息 由此可见 沟通在维持有情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家庭而言 沟通更是必不可少 现今社会生活节奏快 很多人早出晚归 中日忙碌 很少和家人沟通 以至于家人的关系渐渐疏远 其实 即使亲如家人 也需要经常交流 这样一来 孩子会更体恤父母的辛劳 父母会更了解孩子的心思 家庭氛围也会因此 变得更加融洽 沟通不止对维系友情 和促进家人的关系有帮助 对团体的成功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任何一个团队要达成目标 就必须上下一心 团结互信 要做到这一点 就离不开适当的沟通 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切斯特 巴纳德曾经这样说 管理者最基本的职责 是建立与维持一个畅通的沟通管道 在团队中 领导者应该懂得 以谦虚的态度倾听他人的意见 懂得通过巧妙的提问 鼓励下属畅所欲言 这样的沟通是尊重 也是鼓励 可以增强团体的凝聚力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 沟通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也大有弊益 这一点从我国的历史发展中 就可以找到证明 上个世纪60年代 各个族群聚居在不同地区 彼此之间的交流相对不足 那个时候 新加坡面临种种严峻的挑战 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流言蜚语 各种扰乱民心的论调 也甚嚣沉上 最终导致激烈的种族冲突 这些事件让国人意识到 种族之间的沟通 理解和包容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在此之后 我国制定了更多促进 种族融合的政策 这些政策涵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 例如 确保同一个社区里 居住着不同种族的人 以增进彼此的交流与了解 在日常的相处和沟通中 各个种族彼此包容 国家也因此得以稳定发展 总而言之 小到个人和家庭 大致团体和国家 都离不开沟通 良好的沟通 会为生活添加更多的亮色 让社会更加安定和谐 反之 如果缺少沟通 很多矛盾和问题 都会因之而起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从自身做起 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 尽自己的一份力 生词朗读 润滑记 不胜美举 扼腕 体恤 谦虚 避意 严峻 流言飞语 甚嚣尘上 基础 涵盖